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官方的宣傳機器 經常強調要在本個世紀 實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昨晚他們又發了一場好夢 這場夢叫做海南自由貿易港 究竟這場夢是說什麼呢? 昨晚中國國務院印發了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 到底這個方案有什麼特色呢? 聽聞是要來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現在我們一起檢視這份方案的重點 第一,原來這份方案是由習近平總書記三個親自 親自謀劃、親自部署和親自推動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應該會記得 在今年一月尾的時候 習近平總書記也做過兩個親自 就是親自部署和親自指揮抗疫的行動 後來這篇文章不知為何就不見了 而且親自這個詞彙 一度成為微博禁止搜尋的詞語 但是現在出現了三個親自之後 又可以搜尋得回 真是非常有趣 既然是這麼重視這個海南自貿港的計劃 在雲雲這麼多個省市當中 為何會選擇海南島呢? 這份文件是這麼說的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大發展、大變革和大調整 他那些用字真的夠了假大空 總之什麼都是大的 故此我在之前評論的時候 為什麼會說那些局長是大局長 那些司長是大司長呢? 其實就是諷刺他們的假大空 不過有些益友是不明白的 現在解釋一下 這篇文件繼續說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 經濟全球化遭遇到更大的逆風和回頭浪 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 是推進高水平開放 建立開放型經濟身體制的根本要求 說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哈哈哈哈 可能我的慧根比較差 我沒有辦法連接到這個偉大的中國夢 反正就知道他在海南島搞自貿區 接著他們就說到發展目標 這個一定要說 因為他們的發展目標實在是非常之近宏大 去到2025年的時候 就說要初步建立以貿易自由便利 和投資自由便利為總點的 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 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去到2035年的時候 那些發展目標就非常之具體了 自由貿易港的制度體系和運作模式 將會更加成熟了 以自由公平法治高水平過程監管為特徵的 貿易投資規則基本構建 實現貿易自由便利 投資自由便利 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 人員進出自由便利 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 營商環境就會更加優化 法律法規體系更加健全 風險防控體系更加嚴密 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成為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新高地 去到本世紀中業 更加是會全面建成具有 較強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自由貿易港 嘩!中國網很偉大 哈哈哈哈 嘩!真是說到要不要那麼厲害 這些事情做不做到 之前已經說過很多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 又說要建立五個經濟特區 去到後來 又說要將上海浦東 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 後來不知道搞不定 又變成了深圳前海 說要取代香港的地位 好了 搞一下可能建不成功 又在全國的範圍 最後搞了十八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出來 好了 自貿試驗區也不夠 去年又有消息傳出 說要將澳門打造成為新的金融中心 好了 現在搞一下又說要在海南發展 這個零關稅的自貿港 到底哪樣才是真呢? 中國夢折騰了這麼多年 何時才能實現呢? 翻查資料 原來曾經做過中國首富的馬雲 對於海南自貿港 有非常大的期許 在去年一月 他出席海南省政府企業家諮詢會議成立大會的時候 就說過了 說海南自貿區不僅是一個港口 而且還應該要以香港作為目標 更加要努力地超越香港 嘩 說得真是非常之厲害 只不過在國進民退的浪潮下 馬雲都已經在去年九月份的時候 主動提請退休 不知道是不是被退休了 反正在現在這一刻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但是他所期許的海南自貿港 終於在昨晚出台了 好了 到底這次海南自貿港的計劃 能不能夠取得成功呢? 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能不能夠實踐出來呢? 首先來說 中共一天不去推動政制改革 從而再去推動法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話 基本上都很難取信於國際社會 對不對? 實情是自從1980年8月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 中國先後建立了五個經濟特區 以及十八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在早期深圳還有一個二線關 那個二線關正正就是經濟特區的邊界 在過去40年 在中國境內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取代得到香港 現在他們又將希望放在海南自貿港那裡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有信心呢? 實情香港雖然在97之後 無論在法治、自由或民主都死感大半決 但是香港仍然是僅存著一些優勢 比如說資金自由流通 沒有撤到外匯管制 比如說資訊自由流通 仍然你要看一些資訊的時候 都不需要翻牆 又比如說當兩家機構發生了商業糾紛的時候 他們仍然可以依賴所謂的法治制度去解決問題 或者對於知識產權方面 香港是有一個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 好了 如果你說要超越香港的時候 那你只是搞海南自貿港有用嗎? 所以大陸就搞了一條國安法出來 放在基本法的附件三當中 好了 現在美國就說 喂 你這樣搞 一國兩制就當然無存了 於是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於是又要取消香港的經濟地位 那你就可以跟香港接軌 你這個海南自貿港就可以超越香港 實情用這種做法 你大陸也不是名正言順地超越香港 只不過是把香港搞坏了 然後使得國際社會 視香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沿海城市 你才有機會所謂超越 好了 第二就是 中國的官方宣傳實在太多假大空 而且是充滿了水份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執行能力 都成為疑問 不要說這個什麼海南自貿港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聽 在2017年4月的時候 中共在河北省那裡建立了一個 叫做鴻安新區 這個鴻安新區 根據當時的宣傳 就說是千年大計 國家大事 要跟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 相提並論 官方文件說 鴻安新區對於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調整優化京津氣城市佈局的空間結構 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 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嘩 說到真的非常厲害 當時還說 北京的政治行政軍事以外的首都職能 都可能會遷去鴻安 尤其是教育科研商業和非金融等等的行業 去到緩解北京在人口交通資源等各方面的壓力 好了 講到千年大計 最後到今時今日 三年有多了 2020年了 這個鴻安新區究竟搞成怎樣呢 又是只有港子 只有吹水 建設進度就大落後 完全沒有辦法比美上海或者深圳半分 實情中國在過去二十年期間 已經發了太多中國夢了 在99年的時候 大陸就提倡西部大開發 好了 時任的政務司司長就是曾蔭權爵士 他就在二千年打後 帶領了一群香港富豪 走到中國西部那裡進行考察 又說要如何在西部那裡建設 又說要在西部那裡投資 結果搞了什麼花樣出來呢 最後又是吹水 好了 後來又要搞粵港澳大灣區 究竟搞了什麼出來呢 九加二是 搞到差不多又不搞 又說要搞澳門金融中心了 又說華爾街也是一條街 澳門街也是一條街 所以澳門街也可以做到華爾街的功能 現在為什麼又不搞呢 故此這些所謂中國夢 到最後都是被人發現 原來只不過是白日夢 和南蛾一夢 全部流於吹水和泡沫化 今次這個海南自貿講 會不會有奇蹟出現呢 那就不知道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